二零二四總統大選 撒喀都藍白副手爭議話題不間斷 國民黨副總統參選人趙紹康 一席買房說 不只激怒年輕族群 還在打科議題被回力標打中 而民眾黨副總統參選人吳新穎 面對參選和國籍問題 也激起網友不滿 學者直言紅花配綠葉 但趙紹康 吳新穎 比主將更搶戲 真一點不是來自於政策的辯論 反而是因為個人特質的部分 產生外界對於其好奇的關鍵 比如說像趙紹康自己比喻稱 趙紫隆的情況 可是我們知道歷史上面的趙紫隆 他是輔佐的是扶不起的阿斗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凸顯自己的情況 所以我們會看到 在這幾個副手部分裡面 在人格特質底下 其實都比他們的所謂總統人選 還要更加強勁 副手不關注就怕是變相扣分 財訊傳媒董事長謝金河炮轟 趙紹康參選以來 就是朝作戰爭的主要推手之一 面對中共威脅 台灣沒有全民崩潰 這是趙紹康最不解的地方 自從侯康配成軍之後 他們的論點 論述 政策的主張 完全已經是趙紹康所主導的戰鬥欄 把整個藍營國民黨的國家政策跟立場 急劇的往深藍走向極端 所以如果當他們操作的是這樣的一種 背離台灣主流民意 只為了籠絡藍營深藍正統選票的話 那當然他們背離中間選民是越來越遠的 而仔細看藍綠白副手角色 也在選戰策略做區隔 傳統上面 國民黨是比較適合在 所謂的陸戰的部分來進行耕耘 但是我們看到 他這次推出來的副手人選是趙紹康 他過去一直以來是一個媒體出身 所以在空軍的部分 也就是在宣傳的部分上面 他跟吳欣營操作起來 可能會有異曲同工之妙 相反的我們看到綠營的小美琴 現在變成是各個地方立委候選人的 自首可熱的人選 所以我們看到不管是各種的下鄉站台 或者是金劇的連發 這兩個我想原本應該是 比較善於經營空戰的綠營 反而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在副手人選加入之後 更加的積極耕耘在地的情況 賴小沛打空戰更勤跑路戰 最新推出的Q版貓狗凶章 首日開賣民眾漏夜排隊搶購 銷售一空 活潑其名的形象 好感度持續攀升 不過面對侯兆沛選戰攻勢 學者這樣說 不管是白色陣營 或者是趙少康 基本上他們都對於開拓選票的一部分 沒有辦法有積極加分的情況 過去裡面藍營的部分 是希望有所謂的經濟藍 或者是像白色陣營 吳欣營 他過去是屬於金融背景出身 所以民眾其實對於他們是不是能夠拼經濟 這樣的一個思維 其實是感受到非常大的期待 但是相反的 我們看到他的這個論述過程當中 不管是我們看到近期台股跟港股做了一個交叉 其實台灣的經濟的方式 其實就是在過去的穩健當中 逐步突破往前的部分 但是我們看到這兩者說法上面 對於開拓年輕人的選票 或者是開拓經濟選票上面來講 其實我覺得是沒有太多的幫助 藍綠白都要強攻競爭激烈的中間選票 接下來將進入最後衝刺期 誰更能吸引年輕選民 將是關鍵 記者旅月期採訪報導 記者旅餐旅館